那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严守把关全方位呵护健康 那主要呢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有关严的话题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 这个生活就是彩米油盐浆醋茶 那这些呢都是大多数人呢在日常生活里被用到的东西 那当中呢盐就是最重要和最独特的一个调味料 那其实盐呢在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含有盐的这个成分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流的眼泪我们流的这个汗水呢都是咸的 因为它当中呢是含有这个盐分的 另外呢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如果我们生病或者是我们患病的时候呢 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呢他是会帮我们打点滴 或者我们常说的掉水 那其实我们掉水呢 这个打的点滴呢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生理盐水 那也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生病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这个 体内的电解质失调或者流失我们体内的这个盐分 所以医生第一件事情会为我们做的呢 就是帮我们打这个点滴 也就是说其实盐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命的元素 那这些呢都其实说明了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元素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用来替代盐分的 而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是需要从饮食里面来摄取适量的盐分 来延续我们的生命 而缺炎的时候呢 人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现象 比如说你会觉得头晕 或者觉得全身都有那种虚弱的感觉 好像有力做什么事情都无尽打财 那有的人呢甚至是会出现抽筋的现象 那这些呢都是如果我们身体里面缺炎 我们的身体就会发这些信号 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去注意 那我们说到这里炎既然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当他们说到炎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抗拒的心理 就好像觉得炎就是一个万恶之手啊 导致我们患上任何各种疾病 所以一谈到炎的时候呢 大家都好像觉得有一种抗拒的这个心理啊 那在很多年以前就是70年代之前呢 大部分人吃的其实是天然的这个食盐 或者我们说天然的海盐 那海盐是有丰富的矿物质的 只是现在70年代以后 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吃的盐 其实是经过加工生产出来的精致盐 这个精致盐呢 它是经过化学去加工 那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会去掉它所有的杂质 其中就包括了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矿物质 那最后呢就会产出这个99%含有钠和氯化物的精致盐 或者有的人呢就称这个为高钠盐 而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导致现在的人很容易患上各种现代的疾病 例如高血压 例如肾脏疾病 所以呢我们就说柴米油盐将出场嘛 每一天我们都会需要吃到盐 每一天我们煮任何食物我们都会用盐来作为一个食物调味料 所以这是无可避免的 那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更加精明的去选择盐的种类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海欧最新推出的生命竹盐升级配方 那我相信在座的伙伴们呢都知道 海欧生命竹盐这个产品 其实已经在市场上有很多年的 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也有很多人呢是通过我们生命海欧竹盐 来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呢 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是一直都在提高的 所以公司我们海欧也一直都在抱着这个精益求精的精神 去提升我们产品的质量 那在过去的十年以来呢 我们都持续的跟一个韩国的研发团队一起探讨 一起去研究到底要如何在保持传统配方 保持这个竹盐的传统工艺的情况下呢 同时又可以采用最先进的科技去提升 去大大的提升竹盐的效益 提高竹盐的这个成效 也就是说呢 让竹盐这个产品变得更加的科学化 科学化也就是说可以有更多的临床研究啊 有更多的这些科学研究报告 去说明竹盐的效用 所以呢我们最新推出的这款升级配方 生命竹盐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十年以来的其中一个成品 那它依旧呢 是采用韩国历代祖传的传统工艺制成的 也就是说它依然 它依旧是一个100%的韩国正宗竹盐 只是这一次呢 海欧不仅仅是在注重在正宗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注重着如何去运用更新的科技 更新的工艺 把产品做得更加好 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完美 那整体的那个产品的质量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独有的这个科技呢 名字叫做Intense High Heat 或者简短来说呢 就是这个IHH的技术 所以我们把这个技术呢 融入进去了整个竹盐的传统工艺上面 那通过这个技术呢 它是可以更加有效的去萃取竹盐 萃取这个竹子和红土里面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那同时就去除更多的杂质 那这样就可以产出生产出更加纯 还有效用更加高的竹盐 那当然除了在这个效用方面得到提升呢 还有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在口味上 这个新的竹盐呢 在口味上是更加容易入口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点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领袖们呢 更容易的去扩展这个竹盐的市场 把竹盐介绍给更加多的人 然后在这个生产过程里面呢 我们所采用的原料 也是经过精心 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 那我们采用的是韩国西海岸的日赛海盐 然后收集了这个海盐过后呢 我们是需要把海盐放进去仙竹里面 然后才可以进行断烧的 那我们选择的这个竹子呢 是年龄为三年的仙竹 然后呢 是种植在韩国的南部 沿海山区附近的竹子 那把盐给放入了竹子过后呢 我们是需要用天然红土 去进行一个密封的过程 就是把竹子的那一桶呢 给封盖起来 给封密起来 那这个竹筒 装有竹颜的竹筒 才可以拿去进行这个断烧 所以呢 才会有了今天 这个全新的升级配方 那这个升级配方呢 它不仅仅呢 是保有历代祖传的传统工艺 我们还加上这多年来研究成果 带给我们的这个IHH的高科技 然后再加上那么好的原料 我们才可以产出更加科学化 更加高质量的生命竹烟 那我说到这里呢 我相信大家也对这个 全新的升级配方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 怎么样的一个韩国团队呢 它才能够帮助我们 达到今天的这个全面化的升级呢 我们 我们韩国的研发团队呢 它拥有非常雄厚的这个实力背景 那其中一个认证呢 就是ISO的认证 那ISO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那这个国际标准 它所承认的呢 不仅仅是产品的质量 还包括了整个公司 整个企业 它的标准作业程序 也就是我们产出的SOP 或者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从产品的原料 到它的生产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过程 到最后产出的那个成品 那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细节呢 都需要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 这个公司 它才可以得到ISO的认证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一个竹岩配方 100%纯传统的配方和公益上面 我们的合作团队 它还有能力去得到ISO的这个认证 这就说明了 他们是拥有很强大的这个能力呢 去控制 去紧紧的把关每一个细节 那每一个生产出来的产品 才可以通过非常严格的标准 才可以得到这个ISO的认证 所以这个呢 也说明了他们这个实力的这个背景 然后当然除了这个ISO呢 在质量方面的控制 其实公司也很注重这个科研的部分 科研就是科学研究的部分 那我们的竹岩在过去 在现在或者说目前呢 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因为有很多人在通过 使用了我们的海欧生命组员呢 就帮助他们改善了身体健康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是一个产品 我们要让它走得更好 要让它走得更远呢 我们是需要更加多的科学研究 去支持 去说明 究竟这个产品的成效有多高 或者在多方面 身体的哪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效益 所以呢我们的韩国合作团队呢 是少数获得韩国政府认可的一间公司 在每一年 韩国政府呢 它是会颁发 我们说research grant 或者说会颁发一笔资金 给予这一间我们的合作团队 去进行更加多有关主研的这个研究 这说明他们的科研方面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 所以韩国的政府才会去认可 甚至是颁发资金给他们 支持他们去进行更加多的这个主研的效益 去发掘到底主研对人体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健康效益 那另外呢 我们团队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 其实在韩国本身就已经得奖无数了 而主研系列的产品 是得到美国FDA的认证的 那除了最新推出的这个主研 其实公司也和韩国的合作团队 继续在研发更多的新产品 更加多的高科技的产品 而有些新产品 其实也陆陆续续在这么多年以来 获得了各国家的这个专利 所以呢 我们和韩国的这个合作团队呢 配合了很多针对主研 进行的科学研究项目 而我们的这个团队 也在韩国的韩医院里面 采用各种天然食品 其中是包括主研的 来为各类型的病患呢 去进行治疗 那在这些治疗里面呢 也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个疗效 也算是说 去发掘了更多这个主研的效益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也在韩国的生物药品研究所里啊 继续不停的去研究 不停的去开发 各类型主研的产品 从中去发掘更加多主研的药用价值 那从这些科研报告里面呢 我们就发现其实主研啊 在各方面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些成效 比如说主研的抗炎性 主研的这个抗癌特性 以及就是对口腔 还有对人体胃部的健康效益 那这些都是通过科学研究报告去验证 是有效益的 所以呢 公司 我们公司 我们海欧呢 就在抱着这个精力求精的精神下 推出了现在最新的这一款 升级配方 海欧生命主研 那这个配方可以说呢 是比起之前的配方 更上一层楼的 那说到这个主研 大家都知道主研的那个 它的内容 它含有什么 它最多的就是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那这个相比于精致炎呢 精致炎也就是现在其实家里 多数的人都在用着的精致炎 它是含有99%钠和氯化物的 在英文我们是说它是sodium和chloride 那海欧生命主研呢 除了含有这两个成分 它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那之前呢 我就有听过一些关于主研的提问 或许有些伙伴在这里 也是也有这个提问呢 它是这样的 主研呢 它有那么丰富的矿物质 有那么多的矿物质 那我可不可以 每一天我都吃上一个三包 我都吃上四包这样子 去补充我体内流逝的矿物质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大部分的盐呢 它们的都是源自于海洋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盐 它都会含有钠和氯化物 只是它的成分呢 会因为经过不同的加工 不同的这个过程 就导致最后呢 不一样的一个成分 举个例子呢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精致盐 一开始 它是含有其他矿物质的 但是在经过化学的加工过后呢 所有的杂质都被移除 然后其中也包括了 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导致它最后呢 只会剩下99%的钠和氯化物 相比竹岩 那竹岩它经过的过程就是 它会和竹子 会和那个红土一起进行锻烧 那在这个锻烧的过程里面 它就会吸取 浓缩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就导致了 它的现在的这一个成品里面呢 它不仅仅是有钠和氯化物 它还有其他的这个矿物质的 那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呢 在所有使用所有种类的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去严格遵循 产品的建议用量的 是不能够去过量的服用的 然后呢 竹岩里面有一个矿物质 是比较高的 可能大家也是有发现在那个盒子上面呢 会写着一行字呢 是写着high in magnesium 定義大拉 magnesium的 那这个magnesium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所以magnesium对我们的身体 是有什么重要性 所以magnesium的话 我们称它为美 所以美这个成分 是对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健康的神经系统呢 我们的肌肉呢 才能够正常的去活动 然后呢 我们的精神健康 也会得到一个提升 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精神系统方面呢 其实美 它也是 一个促进骨骼健康的 矿物质 也许之前大家都知道 钙 Calcium 钙是促进骨骼健康的 但其实美呢 它也是另外一种 帮助我们骨骼健康的一个矿物质 那竹岩除了有丰富的矿物质呢 在这个新的配方里面 我们的竹岩是含有添加点的 那有的人呢 就会问 为什么要在竹岩里面添加这个点啊 这个成分啊 其实呢 这个是为了要配合我们的卫生部 我们的卫生部所实行的一个食盐 加点政策 那这个政策呢 是在2021年 也就是今年1月1日 它正式在马来西亚实行的 所以在这个政策下 所有的盐呢 都是需要添加这个点 而其实这个政策在很多年 很多年以前呢 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 就是WHO 是一个国际的健康组织 就已经开始去呼吁 每一个国家 进行这个食盐加点的政策 就是为了预防民众 患上这个点缺乏症 而在马来西亚呢 卫生部在参考了 几份那个科研报告后呢 就发现 原来呢 我国8到10岁 8至10岁的这个儿童啊 几乎有一半 有一半的这个8至10岁的儿童 是被检验出体内点含量过低的问题 所以呢 也就促成了这一个 今年所实行的这一个加点政策 所以到底这个点对我们的身体 有多么的重要 重要到我们的国家 会去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 去提升民众 摄取这个点的这个摄入量 那点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基数 那这个其中一个基数的名字呢 叫做甲状腺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甲状腺激素 那这个激素呢 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成长 促进我们的发育 甚至是帮我们保持每一天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过程 然后不仅仅是这样哦 如果一个人 他是严重缺乏点 他是会患上甲状腺肿大的这个疾病 这个问题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紧包 另外 族盐 海欧生命族盐呢 是一种碱性盐 碱性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pH值呢 是介于9到11之间的 那这个碱性盐呢 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 调节这个酸碱的平衡 而族盐为什么是碱性的呢 是因为它在这个断烧的过程里面呢 高温断烧 它就会吸取竹子 和这个红土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那这一些元素呢 这一些成分呢 都是碱性的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的族盐就会形成了 这个碱性的特征 然后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这就是我们最新 在今年推出的这个 海欧生命族盐 用来碰调任何 任何种类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美食 佳肴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竹盐它不仅仅是给予鲜味啊 它还可以给食物提味 就是好像一种天然的 这一个味精样子 明明我没有放味精 我只是放这个竹盐 我煮出来的食物 它竟然还有一种鲜味 这是因为其实比起精致盐呢 精致盐是有经过很多化学的加工 像你在化学加工的过程里面 它是有可能 它就去除了很多的那些杂质啊 去除了那一些矿物质 然后在竹盐呢 它的这个生产过程呢 是接近于自然的 是经过断烧的 所以它可以保持 这个海盐 一开始有的那个鲜味 所以竹盐的咸香味 是很天然的 它可以让这个食物呢 煮出来会更加的这个新鲜 然后用法呢 也很简单 只需要像普通的盐那样去使用 它可以用来炒菜 可以用来煲汤 有的人可能有时候 喜欢做一些腌制的食物来吃 甚至是可以拿来做烘焙 你要做面包 你要做蛋糕 有时候是需要放点盐分的 所以这个竹盐呢 也是可以达到的 那除了这个放主食的呢 竹盐呢 我们也有一个premier drink 也就是竹盐的饮品 那很多人就喜欢 把这个饮品呢 加在水里面 直接泡来喝 也是可以 那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有的人适合喜欢 加在蔬菜汁啊 或者加在果汁里面啊 那是因为竹盐呢 它有一股很浓郁的这个咸香啊 但我们加进果汁里面 它是可以提味的 那你就可以喝到 更加好喝的那个果汁 另外就是它的排毒效果 这个我相信 可能在这边的伙伴们 可能也已经是 这么多年来 都是用这一则排毒方式的 就是每一天在早餐之前 就是你空腹的情况下呢 你就泡一杯竹盐来喝 然后你就可以促进 那个肠胃的蠕动 你可以感受下 它的那个排毒的效果 好 所以呢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 海欧生命竹盐 这个全新的升级配方 所以我在重申 我们依然是采用 这个历代祖传的 传统工艺来制成的 所以它依旧是一个 100%的正宗韩国竹盐 另外我们还加上了 这么多年以来的 一个研究成果 就是这个IHH的 这个高科技 才会有了今天的这个 全新的升级配方 一个更加科学化的竹盐 那刚才我们就已经说了 竹盐它有很多的科研报告嘛 那究竟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这个竹盐到底是被发现 有什么健康效益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那第一个就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 可以增加矿物质 可以补充 我们身体每一天都流失的 这个微量元素的摄入 然后 第二点呢 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免疫力 那竹盐 它是怎样帮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呢 在竹盐里面有一个活性成分呢 叫做亚硫酸氢 那英文呢 我们就叫做hydrogen sulfide 那这一个活性成分 它是可以去激活 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我们免疫细胞 就会为我们工作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呢 免受这个病毒的感染 那当然除了这个活性成分 因为竹盐里面 是有很高的矿物质和元素 那我给两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C和这个C 那这两个元素呢 都是在免疫系统里面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的 这个元素 所以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强 我们抵抗病毒的能力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我们身体里面呢 每一个器官 或者说每一个部位 其实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帮我们做工 举个例子 我们人体是有自行造血的功能 那每一天 每一天 都会发生这个过程 然后同时呢 身体里面是需要很多 不一样的教素 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基数 那这一些过程呢 其实是需要指定 需要特定的元素 那它才可以正常的进行 所以说只有在摄取 足够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情况下呢 这些身体的机能才可以正常的运作 才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形成代谢 那我们在生活里呢 就可以说时时刻刻 我们都是可以保持着一副好的精神的 所以一个好的形成代谢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足以影响你每一天去应对生活的每一个问题 接下来这个清肠排毒呢 其实是大家都在吃了竹炎过后呢 比较快就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效用 那这个竹炎的效果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体会到了 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 这个竹炎 它可以帮我们清肠 可以帮我们排毒吗 同样的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矿物质的成分 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矿物质 就好像新钙铁 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硫 那它这些 这些mineral这些矿物质呢 是可以促进我们的干部 去帮我们进行这个排毒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身体的排毒系统是好的呢 我们的血液就会更加的干净 因为有害的物质都已经被排出去体外了 接下来呢 也有研究是显示 这个竹炎呢 它的抗炎性 发炎的炎 抗炎性 还有抗氧化性呢 是非常的强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防止自由基去侵害 去伤害我们的细胞 就是保护细胞的这个效果 当然也是有研究呢 是显示不仅仅是这一方面的发炎 就是它也可 竹炎也可以去防止皮肤发炎的症状 所以海鸥呢 也推出了一系列的 含有竹炎的生活用品 例如牙膏 例如的沐浴露 还有这个shampoo 洗发水 等等这些生活用品 接下来就是这个竹炎的碱性 那竹炎的碱性特质呢 是可以达到防止胃部属伤的 因为我们的胃部呢 它是会分泌那个胃液 而这个胃液呢 它的pH值是酸性的 那如果我们饮食 可能我们吃了比较煎炸 或者我们吃了比较辛辣的食物 我们的胃部受到了刺激呢 它就会分泌更加多的这个胃液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胃部很不舒服 所以如果我们有 使用这个竹炎的习惯 那它就可以帮助 我们去达到这个防止胃部损伤 然后就达到保护肠胃的这个效益 然后另外呢 有的研究呢 它是特别去探讨了竹炎 针对人体的肠癌和舌癌细胞呢 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结果是显示呢 竹炎是可以带来一种 抑制的作用 那我简单来说呢 这个就是竹炎是可以 促使我们的身体里面 发生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的名字呢 就叫做细胞凋亡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正常的细胞 或者我们说异常的细胞 就会被排出体外 那既然都被排出体外了 也就是说明 它们不能够在体内生长 那我们患癌和患上肿瘤的风险 也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呢 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 有关竹炎的一个科学研究 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 就让我们知道 其实竹炎的效益呢 是有很多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疗效的 所以最后呢 我也为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的盐手把关 全方位呵护健康呢 来做出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个呢 就是盐 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成分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从饮食中 去摄取适量的盐分 所以选择好成分的盐 它才能够全方位的去照顾 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 我在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这短短的30分钟里面呢 大家都可以对竹炎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好的 谢谢大家